戴上帽子口罩 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报告 我完全不知情 检方追查 柯文哲政治现金 8月14号检方约谈 会计室端木正和助理 木可负责任李文娟和助理两人 石乐年奥负责任戴力林 以及李文宗六人 当时端木正李文娟 各以100万150万交保 李文宗被请回 8月29号再约谈端木正 不过并未移送北简附讯 9月3号李文宗被传讯 就转列被告 并以200万交保 交保金额是6人中最高的 表面上是在约谈 所谓的政治现金 实际上我认为就是在 巩固现在他们在侦办的 这个金华城案当中 相关的一些不明金流 那最后的盘查的过程当中 我认为李文宗看起来 在这个约谈的过程当中 应该都有把所有的金流 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 所以昨天最后 他是以200万元交保 因为他有涉及 所谓的这个伪造文书罪 科文哲前幕聊科学案解读 检方表面视察政治现金案 其实是对金华城案的 相关不明金流 做最后盘查 补证更多有利失证 明星完将美国大红 走不走 赶快拿起MOD遥控器 在自选餐当中 加入民事新闻台 为您带来最及时 最正确的新闻内容